那成人刚刚讲到的是中澳的这一个贸易大战 造成的断电风暴已经从长江三角 这个浙江湖南一带 那往下延伸往南延伸到广东 广州一带可是同一时间美国步步紧逼 科技战跟金融战加大力道 对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裁呢 其实没有松懈 即使在可能要换政府的时代 都没有松懈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所谓商务部的这个出口管制的黑名单 出口管制黑名单 其实这个已经长久以来 就是说会被target会被瞄准就是这个中兴 中兴呢现在被跟其他60多家公司 还有包括这个无人机的公司呢 通通都被列入商务部的这个出口管制名单 不能够取得美国的高阶商品 高阶晶片以及高阶的技术 那么它的主要瞄准就是说 它这个10寸以下的这个晶片的生产呢 目前它这个产能还是需要靠美国的技术 那么它现在呢就没有办法取得 那它呢其实是一个军工业 就是它的从这个中国政府取得10亿美元的 每年的这个政府的补贴 所以那个前一阵子国防部就把中心呢 列为跟国防军工有关的企业 那么现在呢正式的列入那个商务部的黑色的 这个黑名单的制裁 然后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晶片能够自给自足 那么它现在因为处理到这个呢 就会遭到很大的挫折 同时间这就是它的这个人事中间有变动 我们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呢 因为它最近聘了一个副董叫做蒋上毅 蒋上毅过去是台积电的这个营运长 那么它后来跳槽到中心 它后来跳槽到武汉的这个红星 那么现在呢被中心挖过来 那么因此呢这个梁梦松这个科技长呢 非常生气就离开了 那么可能对中心的这个产业有更进一步发展 但是现在中国的企业报道说呢 说其实它是要跟荷兰的叫ASML 去讨论要取得这个极紫外光的微影器柱 那取代它这个微小晶片的这个设置 所以我们要看说 它在产业的发展是不是有所突破 另外一个就是各位所提到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 在五月间参议院通过之后 十二月众议院通过 川普很快的就签署了 就生效了 那么之前呢是用财政部的命令说呢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都必须要符合美国的会计 以及监管的这个标准 那么后来就是用川普 在十一月十二号的时候发布行政命令 现在正式立法变成说呢 是政府不能够去动的一个政策 那它有三年的宽限期 那么正如说刚刚说提到的 阿里巴巴 拼多多 还有中国石油等公司呢 如果在三年内不能够满足 美国的这个会计监管的标准的话 就不能够在美国上市跟募资 那么同样呢他们先是在中国上市 募资了大概五百亿美元之后 又在香港上市 那么他现在就希望进入美国的 这个证交所的这个国际的 这个募资的这个平台 那么现在呢会遇到挫折 那么因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就说呢 美国这样子会削弱他自己的 这个资本市场的 其他人投资人对他的信心 那么其实美国呢 就在保护美国的投资人 不要跟中国的军工产业相关的企业呢 有所的投资 另外一个相关新闻是 美国起诉了这个Zoom 就是网路的公司的一个 一个管理的员叫 一个管理人叫做新京香的 那么他呢涉嫌在这个 六四纪念六四的许多的政治 还有宗教的这个网路的会议中间呢 去骚扰人家 然后去变造人家的 去让人家开不成会 那么被这个司法部调查后 正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的地方法院起诉他 如果成罪的话呢 可能面临十年的监禁 那么他现在已经逃回中国了呢 那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说 能不能把他拘捕到岸 另外相关的新闻就是 美国对于香港的旅游警示 在九月的时候呢 从这个第二级升高到第三级 因为当时有港版的国安法 那么第三级就是说 如果你考虑要到香港去旅行 你最好再考虑一下 那么现在正式的把中国跟香港 放在同一级 就是以后都同等对待 也就是说美国公民如果到香港 如果批评中国政府的话 有可能被逮捕拘禁 或是甚至起诉 因此说建议美国公民就不要去 或是说再考虑 那么美中呢 现在是因为相互制裁的阶段 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 中国依照它的外商投资法 还有国安法 现在颁布了一个叫做安审条例 就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那么它是经过国发会 跟它商务部联合去组成一个 去审查外国的投资 特别是关于几个产业 第一个是关于军工业 农业 能源业 还有基础建设业 这些如果有外资的话呢 就需要比照其他的国家 看一下这些外资 会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如果会影响的话 就会有相当多的 这个审查的程序 另外呢 企业也可以去申请说 某些外资可能有国安的疑虑 请求检查 那同样也包含港商 或是台商的投资 那么当然是台商是说呢 我们是不会去影响到国安的 因此呢 可能台商的投资还是安全的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拜拜